馬虎師傅,你剛才說要做蝦球 可否說一下怎樣做? 好像有很多豆 我們這次做這個菜 叫做盧蒿四季豆炒蝦球 這是盧蒿四季豆炒蝦球 盧蒿四季豆炒蝦球 是一種根莖的植物 是 它是季節性的 它這個吃起來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糖糠的味道 哦,糖糠的味道 但它又沒有糖糠 糖糠是軟的,是 它這個是脆的 煮完也是脆的 而且它是很短時間就熟 好 你撕了出來那股的味道就走出來了 是香的嗎? 是的 它是糖糠的 如果你喜歡吃糖糠的人 就很喜歡吃這個 都可以 因為它是很清爽的感覺 而且它可以做冷盆 是嗎? 是的,它不一定是做熱菜 做冷盆也可以 即是當作沙律 是的 很高維生素 是的 是的 我們用四季豆 很多人都吃過 是 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先改改四季豆 四季豆我們就 切一下它 因為用來炒的 我們就長身地切 哦 長身地切 因為很配合 頭尾不要 明白 好漂亮 這樣 我已經切了一點 嗯 這樣我們呢 這個蘿蚝 有些人呢 他們會慢慢 撕掉你們的膜 因為你們會老的 那我們就 我們當然要方便 我們先這樣切掉它 老的我們不要 我們切了尾巴 然後我們的頭 整齊一點 其實是尾巴 好 好 有點像做露筍 算心 那些 兩刀 兩刀 就完成了 嗯 稍後就拿來炒 嗯 其實如果不用蘆蚝 有沒有其他東西 可以取代呢 哦 因為其實蘆蚝 好像不是很常見 就是因為它季節性 所以就是 物以罕為貴 當然 當然是 真的嗎 街市是會見到的 有的 有的 我要留意一下 那蝦呢 蝦又怎樣做呢 蝦呢 蝦呢 蝦很大隻啊 這些是虎蝦 那我們就在這裡 開一開刀 嗯 那就可以看到 那個腸呢 其實呢 就是在底部的 哦 你看到白色那一條 那這裡就慢慢的 一人挑出來 哦 那我先改了 都記得要 它這個蝦腸不是黑色的 是啊 因為它是養殖的 嗯 所以它是沒有那麼多污染 嗯 那如果不用這個蝦 可以用什麼蝦呢 其實呢 其實可以用火箭油 火箭油 火箭油 就是那些在街市買 很長型的 那些油魚 哦 那些是很爽的 新鮮的 用蜜魚也可以 炒一下海鮮 或者 我們可以炒乾的蝦米 乾蝦米 是呀 用蝦米炒的也很好吃 是呀 或者蠟肉 蠟肉 其實都很適合 是啊 是呀 很白搭 對 很白搭的 其實最重要的是 這個菜呢 可以做到懶婆 嗯 嗯 是呀 我們改了所有的蝦 之後呢 我們呢 我們要加少少的鹽 嗯 拌拌它 讓它有少許底味 其實剛才呢 這樣切開背部 我們又不是為了跳蝦腸 其實為了什麼要切開背部 它一熟的時候 它打開出來會更好看 而且快熟會均勻 哦 明白 嗯 師傅準備好菜料 可以快炒 所有菜料呢 我們準備好了 你猜一下要炒什麼 我猜一下 我猜一下 薑先 啊 薑是用來起鍋的 然後呢 因為呢 四季豆呢 一定要炒得很熟 哦 要不然呢 如果是半生 四季豆吃了呢 會逃窩的 啊 記住啊 四季豆一定要熟的 好了 火鍋要夠熱 好了 接著呢 我們又放少少油 男人說要放薑 哦 起下去 是呀 是薑先 OK 放進去吧 好了 那我現在先放一下 四季豆 來了 四季豆慢慢煮 煮熟 煮熟 是 好了 接著炒什麼呢 炒是炒這個吧 炒吧 當然炒蝦 為什麼 因為蝦要熟 那個菜不用吃 這個很快 這個真的很快 是呀 我可以看它好像很硬 是呀 很快 一落蝦 蝦的味道 開始走出來 是 而且很快轉色 是呀 那我們四季豆炒這麼久 它還是這麼青綠 是 所以你不用怕 我會炒到它 好像梅芥芥芥 其實不會 是呀 我們現在要炒什麼 是 是它吧 一定要是 不可以不是它 我們先炒粉 先炒 然後要炒紅椒 先炒 因為它綠色多 我們先炒紅椒 好 接著我們加點糖 這個是糖 雞汁 哇 雞汁 我本身在想像 好像沒什麼味道 好 好 接著我就炒這個 哇 這個叫 露薯 對 露薯菜 真的要試一下 看得很好 很慢 你現在炒的時候 你聞到那種 好像糖蒼菜那種味 少少 是嗎 嗯 我覺得它比糖蒼 是多了一種香味 是呀 清香味 一邊炒一邊 那個香味走出來 芹菜 其實很大的味道 芹菜是香的 不是很多 但是很重的味道 芹菜是香的 芹菜是 那些蝦很明顯 看到它已經全熟了 嗯 很漂亮 就是時間要掌握得好 那你不會說很老 嗯 全程呢 記住全程都大火 不怕的 好 好了 我們差不多了 你不要見到 好像這些那麼青 是呀 其實是好吃的 真的嗎 你試一下 好 你炒到它很軟 就不好吃 好了 好了 可以了 上碟 好了 我們最後呢 加上少少三分水 少少三分水 好 好 好了 上碟了 上碟 好 還有 好,Marco師傅,我不客氣了 好,我們先嘗嘗 萬六重中一點鶴,我當然是吃了一個鶴鮮 可以嗎? 哇,我香港的蝦有滷味 好吃嗎? 很可愛,它多了一個花香味 是嗎? 其實是很清爽的 是啊,那你嘗嘗這道菜吧 好啊,這個鶴鶴嘛,對嗎? 是啊,是啊 怎麼樣?感覺怎麼樣? 哇,很脆啊,師傅 我又一定是很脆的 嗯,而且它是認真的 是 它不知道為什麼 是 有一點蔗蔗,還有一點花味 因為尾段是鶴 那我要吃前段 前段,青綠的,是嗎? 前段好多 哇,是嗎? 是 剛才那個味道減半 人家有些會慢慢用手撕掉 撕掉就不會有腦的感覺 剛才不是煮了很久 我很害怕,因為我看起來很硬 但吃起來也不是爽脆的 你嘗嘗那些青綠的,是很脆的 嗯,青綠的好吃 味道很出色 吃起來也好吃 你看,有脆薄薄 嗯 大人、小人也不錯 這個很配 如果大家第一次吃蘆蠔有怕的話 都是建議大家吃這些幼一點的遲端 會比較容易接受 嗯,就好吃 是嗎?OK OK,我滿意這個菜 不錯,不錯 麥可師傅,今天真的非常感謝你 希望大家也可以在這裡找到 你們的團年飯的idea 我們開閘見,拜拜 拜拜 拜拜 們很感謝你 吃,來吧 我也很感謝你 吃,來吧 才能檢查你 我不認識喔 感到 喜歡 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